回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又快要下午4點了 晚報的這個頭條出來了 我們先看到 一美關鍵報告風波 你還記不記得一美 那時候大家都在追問說 到底是誰 讓你們去驗 這個別家的香腸 別家的臘肉 誰送鹼豬肉的 這個是國民黨立委羅索磊 他說委託人是Peter 好的Peter是喜相 趕快出來 現在大家一定在追 Peter是誰 而另外我們的王建民 對決楊姬 他的老東家 演出好頭 但是呢 拉傷了左大腿 哎呀 剛剛大家在這邊 聽到的都有點難過 講到了這個打球 很多人說 我吃多了我就去運動 但是運動完了好餓 我每次去游泳 都覺得說我可以減肥 可以練身體 出來的時候胃口齊大 恩文尼有這樣的困擾 有有有 但是我覺得 其實你在運動完 尤其做重量訓練 一個小時之後 補充蛋白質 你會讓自己的肌肉 長得更好 是 可是通常我們吃蛋白質 他們就會去吃雞排 但其實你會吃了 其他東西出來 像我自己覺得 像我自己是這樣 就是說我如果前面在運動 我會先 先 先吃一點東西底 所以你在運動完之後 其實不會那麼餓 那不會那麼餓的時候 其實我就 就有一個時間去思考了 我覺得大部分人會 還思考了 會變胖是因為他餓到 他無法去思考 所以像我剛才要補充家裡講的那個慢食 慢食不是吃很慢哦 因為你吃慢了 你才會去看到你的食物長什麼樣 然後才有空去辨別跟判斷 我吃進的是什麼 你才會知道 所以你如果看報紙 或者你在忙一直吃 很多人不知道剛才吃什麼東西 所以慢食是要知道你吃什麼 而且慢食其實在營養 或者是醫學的角度 其實可以做一個解釋的 其實我們腦部有所謂的保食中梳 來告訴你有飽足感的一個問題 那它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就是需要慢食 對 所以都說矽膠慢咽 慢慢吃比較不容易 一口大概二十次 好 一口大概二十次 你就不想吃那麼多了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是因為有一個 保食中梳的關係 來告訴你有飽足感 但是它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一段時間 那你就慢食吧 是這個樣子 那性別是不是也有差別 女生真的吃沙拉 吃那些太比較生冷的不好嗎 其實我覺得結論是男生女生 都是一樣的啦 因為現在工作壓力真的很大 你難道沒有發現 現在男孩子也蠻虛正體質的嗎 蠻P的 是嗎 我這不知道不是我 其實我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一個身體不太健康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對於生冷的蔬菜沙拉啦 冰冷的或者是冰冷的食物呢 其實對我們身體是比較有壓力的 那女孩子是因為還有月經的關係 那月經可能會刺激她的子宮的收縮 所以會造成不太舒服 甚至就是會有負面的影響 我覺得還是均衡啦 就是如果你夏天你怕生冷 吃很多冷的生的也不好 加堅果嘛 加堅果 不管是溫度跟種類上 我覺得均衡是最重要的 堅果只是熱量不是熱啊 對像我鼓勵別人 就是你若真的不知道那些營養素 什麼營養素這邊ABCDE的時候 你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去判斷你每天的食物 第一個樣數 你每天吃到的樣數 如果超過15樣的話 就是不是15道菜 因為一道菜裡面還有不同的組合 食材至少一定要吃到15到20樣食材以上 另外一個 對第二個部分 餅乾不算 麵包不算 它可能算一類 算一類 也可以啊 這樣子也是可以撐上一類 那第二個就是看顏色 你的顏色越多 樣數越多 就是越均衡 所以當你判斷不出來的時候 你唯一就是想一下 我今天吃了什麼菜 你去算你今天到底吃了幾種的食材 以及吃了幾種的顏色 那食材越多跟顏色越多 你是越均衡的 所以比如說像那個青菜 你在家裡炒的時候 就一道白的一道粒的嘛 就很簡單 那像一般的甜椒 我們都拿來當配色嘛 那你甜椒你就 既然要配色 我可以拿三種甜椒嘛 三彩 所以呢就是 對 所以我們在做的這個料理裡面 如果說你覺得說 這一道料理可能太涼了 那你可以改變 像蘿蔔大家都覺得說它太涼 可是我們在吃蘿蔔的時候 會加福加粉 紅白蘿蔔都涼嗎 那個紅白蘿蔔比較涼 但我們會加了那個福加粉 會加香菜 會加蒜 那個青蒜 都是很溫燥的食物啊 其實很多食物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所以紅肉真的算健康殺手嗎 現在目前為止的研究 當然是盡量不要吃白蘿蔔 就比較而言啦 如果你真的是很愛吃牛肉的人 你就減量 就慢慢減 因為我們現在叫你馬上不要吃 可能很難 那你就改吃白蘿蔔 真的是均衡 叫多元化 什麼都攝取 多彩化 但是都攝取一下